Hello,大家好,我是Lens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国货之光 中国产的长城皮卡 在新西兰这个大农村 这个皮卡是非常受欢迎的车种 如果是同款的,比较著名的 大家都知道是丰田的这个Helix 大概在新西兰的价格 应该是要5万左右的价格 但是中国的长城皮卡为了打市场 这款车全车下来的价格大概在4万左右 然后整体来说 这个长城皮卡我看下来 我是感觉整体的是非常的舒适 还有一些特别细节化的小功能 也非常棒 而且你看它这个地方 装了一个拖车霸 这个拖霸因为它的车款比较新 所以呢我们在奥克兰找了这个家公司啊 给它做了一个全新的放上去的 然后这个是拖车霸的装垫的地方 装垫的地方啊 拖车这个也需要转向灯啊 刹车这些灯 然后下面呢上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很多细节的一个小功能啊 我刚从工地回来 看这个轮子很脏啊 上车以后呢 这个就是首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正中间我们长城的图标 然后它这个车呢 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呢 可能我开的车太老了 它这个门上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黄标 这个在你并线的时候啊 高速上并线的时候会 在你左右有车的时候会闪烁 然后来提醒你 如果你打了转向灯 同时右边有车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还会报警 下面呢我来启动一下车 再给大家说一下 它我比较喜欢的功能啊 这个地方 一键启动 长城的标志就出来了啊 这是它的挡杆 对不起东西有点乱啊 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现在呢 我整个人家可以看到 背间的武士 我是没有接安全带的啊 然后呢 如果我把这个挡成倒挡 看整车的这个雷达 我非常的喜欢啊 这个是左边 这是一个全景 然后右边是你倒车的位置 能很明显看到拖坝啊 其实一般倒的是拖坝 这个红线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已经接近车的屁股了 之后呢 我如果是 现在这个P档 正常我不挂掉 我现在如果踩油门的话 正常它是可以动的 但是你看我给油门的时候 它会提示让我系安全带啊 我非常喜欢这些细节性的功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